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對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什麼移住之餐呢 比較不一樣 然後比較清淡 比較沒有什麼味道 很奇怪的口感 但也還不錯 很像那個 美國有一個碎碎的火腿 我沒有知不知道 是有點像一隻蟑螂 他說口感很像有點章魚或是花子的那個口感 但是他真的覺得很奇怪 他沒有吃過這個樣子 比較沒有味道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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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口感的味道也很乾 完全沒有什麼味道 不太好 我想說有些豆腐蜜蜜蜜蜜 但我可以說是完全錯的 他的口感很像豆腐跟香菇 可是全素都不接受耶 這是第一次耶 你們是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下就差嗎 我知道這個 就是我推的 因為我唯一不敢吃的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那其他人知道嗎 沒有 我根本不敢吃 那個是 有畫面啦 蛋蛋耶 擠的蛋蛋是不是 也有 就為什麼要吃這個 我就為什麼一個雞腸這麼大 好問題 為什麼要吃這個東西 很多地方可以吃 你為什麼就要吃這個蛋蛋 我很佩服 為什麼 我真的很佩服牙周 中文這個點 對 中國是你吃什麼補 吃腦補腦吃蛋補蛋 而且我很佩服牙周這個點 什麼動物一個部分都不浪費 對啊 多好 從頭到尾什麼都吃 那什麼蛋蛋你吃呢 吃啊 雞蛋也不吃 雞蛋是卵子耶 雞蛋蛋 他是雞蛋 吃不吃啦 但是 但是 你知道雞蛋是卵子嗎 知道 所以你吃卵子 但不吃雞鎬丸 但是 鎬丸 為什麼要吃鎬丸 這個 一個男生來說 我根本 不要跟鎬丸有什麼關係 我的嘴巴 跟鎬丸 你吃螃蟹裡面的高 或者是軟嗎 螃蟹裡面那個咀嚼 黃黃的 那個很苦不是嗎 那你會不會吃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吃過啊 好不好吃 那個不一樣 很苦不是嗎 那個不一樣 這個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吃這個 那個是螃蟹 這個是雞 那個是海鮮 你為什麼可以吃海鮮 不能吃雞 而且這個是 唯一將軍不敢吃的一道 因為聽說吃這個的話 還是 這是卡在你們男性自尊 覺得在吃雞的搞完 我不缺這個東西啊 你不缺 所以你不用有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們有 因為 西班牙也是吃那個 公牛的高碗跟陰莖 都吃 陰莖跟高碗 但是我個人不敢吃 因為我自己也有 所以我吃的時候會 會癮癮作痛 而且 而且他 這個 一個雞這麼小的深入 他這個很大耶 沒有 很大 已經跟我差不多大耶 這個 沒有 這一個雞 以一個雞來 吃了吧 這個 吃很口 你小口 人如果這麼小是生病的耶 這到底是一個花 什麼樣的畫面 女主持人為來賓吃雞搞完 哈哈 一小口就好 這不小喔 這是一個平均的大小 感覺好痛喔 好痛喔 你看 你看 快爆漿 整個都 整個都噴到我了 真的爆漿了 剛剛那個病好大聲喔 水灘又讓你想到 什麼寵物嗎 有沒有現場男生都覺得很痛 我就感覺很痛 感覺很痛 感覺好痛 多小雞喔 唉唷 太好笑了 好啦 謝謝你的犧牲啦 他最奇怪的問題是 他一放嘴巴裡面 他整個痰染鬆掉 在你嘴巴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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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有試吃嗎 腿餐你有吃嗎 試試看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一小口啦 吃看看 放進去 放進去 預備 預備 什麼味道 搖搖搖 啊啦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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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吞了耶 哈哈 我發現 我分不清楚 我分不清楚 你是開心還是 你吞的話 還會卡在這邊 地獄 他應該整顆吞下去了吧 哈哈哈哈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技術家庭 其實對你滿好的 這樣是好高興的 嗯 想回去了 好啦好啦 謝謝你們為了節目犧牲啦 真的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那天訪問他們 我們有一個結論 法國人都喜歡吃雞搞碗 真的喔 真的喔 他們都超喜歡耶 真的喔 他們覺得口感還不錯 他們知道是搞碗嗎 他們知道嗎 他們 他們吃的時候不知道 但要選他們喜歡的 他們就喜歡那個 我才跟他們講是雞搞碗 那知道以後還是說喜歡嗎 他們還喜歡耶 他們覺得很有口感 很有那個 但是看到他們兩個美國人 就是這麼怕 我想到我之前也是一個美國朋友來台 我們就想說也是冬天 然後帶他們去吃薑母鴨 然後薑母鴨不是一定要點鴨搞碗嗎 他們也是 我就說這個很好吃 它就是正常的蛋 因為它確實是蛋 你真的很愛騙人 沒有它就是蛋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搞碗的英文要怎麼表示 我就說它就是蛋 我說你常常看就是公鴨的蛋 我就說 冬天 蛋 對我就這樣子 就簡單帶過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翻譯搞碗的英文 然後後來 它吃完之後 不是BALL是不是EGG 你就是在騙人啊 不是我 Eggs 是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搞碗的英文怎麼講 我就跟他說是蛋 然後他吃的時候 他說這個蛋怎麼會爆漿 他就是一臉就是振奮 振奮 振奮 不是他是很振奮 然後我就說 我說你不要緊張 他就是那個 男生公鴨的 我就比下面的EGG 他就說 What 然後他就開始 就繞著頭 拉過來一直吐 然後整餐他都沒吃 因為他第一口 第一個到就是吃那個鴨膏 所以他整餐整碗就是坐在那裡 然後這樣子好像失了魂一樣 我會想 你叫男生吃他們自己有的東西 可是因為 如果你去薑母鴨 一定要點那個啊 對啊 補身體啦 我們的韓國朋友是不是還沒有吃 對啊 都沒有吃 你前面都太享受了 不行 你前面什麼都享受 你就腰子跟那個 其實搞完一起吃掉吧 這個嗎 對 感覺好痛 那個是搞完啦 吃啦 沒有 你吃 對 對 不要喊好嗎 不要拖了 不要拖了 你要咬啊 要咬他 搞完還滿好吃的吧 滿好吃的耶 對啊 那你在那邊幹什麼 但是還是像 我們有的東西在那邊吃 那腰花咧 腰花你吃看看 哪一個 就另外一片 一片的那一個 這是什麼東西 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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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嗎 腰筋 腰筋 吃腥不腥 OK 反而他 這個是什麼道理 是什麼補什麼 是 這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 有科學依據嗎 有 有 這件事你會很關心 因為這些都是壯陽的 你把整鍋吃掉 快點 趕快多補 機搞完了 還有二十顆你趕快把它吃掉 OK,那還有一個宜珠之嘆是什麼咧? 他說英國沒有這個東西,但是如果有的話,應該是馬上被監舉了 他說甜又鹹,然後有點黏黏的 他說很像Jelly過凍的東西,然後有黏在他的牙齒上 雖然口感很奇怪,但是奇怪才是特別 我從來沒有吃過 感覺蛋黃不應該那麼黏 因為他們是吃法國的起司,所以他們也比較能接受這個味道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就是偶爾派賈士丁上街 然後背這些外國人整也蠻好的 真的 對啊 吃完以後他們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沒有打他就不錯了 你們知道正確吃皮蛋豆腐的方式嗎 不想知道 就是它是,你剛剛不是一塊皮蛋一個豆腐嗎 你其實是要把它剁碎攪拌在一起變成這樣 這是最傳統的吃法 不是說一口皮蛋一口豆腐 是要先這樣拿來 那還要加肉鬆 對,肉鬆超好吃 對 怎麼樣怎麼樣,敢吃嗎 這個是誰推的 是我推的 那你自己挖洞給自己跳嗎 沒有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一個壞的雞蛋 就是壞的 什麼意思啦 這個就是 壞的 這就是垃圾桶裡面的 或是 NO 對啊 這是出魚啊 這是壞的東西 為什麼要吃 這上一次我跟他們吃飯啊 他就墊很多小菜嘛 我去年晚很餓 想吃 他就墊那個臭皮蛋 放在我旁邊 我說你這個離我遠一點可以嗎 他叫我吃 他說很好吃 這個 你看那個顏色 搞清楚沒有 你看這個顏色 好像有蟲子在裡面 怎麼會 超好吃的 我都吃了兩碗了 超好吃的 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還要說什麼 還要說什麼 你看那個顏色 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他說那個是皮蛋 你就跟他說是蛋 他就是蛋 他就吃了 看到了就知道 不是那個顏色啊 因為三色蛋裡面的皮蛋不是整顆的 它是切小塊的 所以沒有那麼多 他還是會吃 他吃成什麼樣子 可是如果你是一整顆黑色的皮蛋 他不吃 可是他有可能皮蛋中間那個 口感他們會害怕 因為通常我們去外面吃皮蛋豆腐 就是一整塊白色豆腐 加一顆黑色的皮蛋嗎 對 太完整 太完整 以及外國朋友看到 永遠都是先把那顆黑色的皮蛋丟掉 因為就是歐媽媽 他們就直接吃豆腐而已 他們不會吃那個蛋 對 但是我試過 帶外國朋友去吃那個鹹酥雞 鹹酥雞他們 炸皮蛋 他們愛耶 他們就OK了 而且我想問的是說 皮蛋 你們做皮蛋是說 這個已經壞了 那我就做一個皮蛋 這樣去吃 哪是啊 不是 你來個好的 你讓它壞 壞成這樣來吃 那這個想法是不是很奇怪 講那麼多 你可以吃一口嗎 那起司還不是在發酵了 發酵很久 對啊 它也是發酵 同樣道理 起司不一樣 沒關係 你先吃 你先吃我們再聊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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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好吃喔 哦 好吃 可以啊 好吃 OK吧 他就跟溏心蛋一樣 對 我懂 怎麼了 哪裡不舒服 而且這一道 我跟你講 他吃下去 吐不出來 哈哈哈哈 不是 這個東西 你吃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 你剛吃下去的 很像那個 蠻圈蛋 嗯 就是這樣 就是很花 然後吃進去 很香 但是 他的後座 還會黏牙齒 多棒 黏黏的 沒有 他的那個 你呼吸之後 那個東西很臭 然後小時候在玩那個 雞蛋這樣丟 然後不小心 它是過氣的 然後破到我手上 我洗澡了兩天 還是很臭 你最好 那你講那麼多 你到底有沒有吃 我有吃啊 沒看到 我 你不是剛剛喝PCR嗎 沒有啊 有這麼痛苦 是不是檢查他沒吃 他好像 他好像小朋友 要吃藥的那種感覺 然後咬 混在一起就好了 OK吧 怎麼樣 也沒有那麼奇怪啊 而且馬乳 剛剛吃完了 還活著啊 那皮蛋 皮蛋瘦肉粥 你們吃嗎 台灣的粥 一定要有皮蛋 才會好吃啊 有一個東西叫荷包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就是你盤子加熱 然後你放一個雞蛋 啪 你往盤子裡面弄 煎一煎 加一點鹽 翻一翻 吃 很好吃 可以試試看 荷包蛋 很簡單 荷包蛋三個字 你講一分鐘 對啊 荷包蛋講出來誰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們今天聊皮蛋 這為什麼要吃皮蛋 水燦還是不行 那 鴨蛋可以嗎 鴨蛋你們接受嗎 沒有鴨蛋 不行 水燦OK嗎 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 從來沒吃過 妳沒有吃過 那妳有看過吧 覺得不臭吧 不是像 它不是臭啊 真的很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妳怕的話妳可以加一口 加一口豆腐 這真的很 OK有 有一點點 還好吧 一般的蛋差不多吧 對啊 有什麼差別 所以妳是不是覺得馬努在演戲 很誇張啊 很誇張 浮誇耶妳 肯娜跟佩朵朵都OK 很好吃 對 很好吃啊 其實我那個時候帶我那群 西班牙朋友們去做那個社會調查的時候 他們也是覺得 好險 就是到那個台灣 他們以為會有昆蟲 或是很異國的一些小吃 然後他們看到臭豆腐很失望 那我就說好 那我帶你們去一個比較酷的 就是皮蛋在西班牙文叫做 Webomillenario 就是1000年 就是1000年的 1000年 不是嗎 就是1000年的蛋 聽起來很酷 但是他們看到那個黑色的樣子 就跟馬努一樣 覺得是壞掉的一個蛋 沒辦法接受 我們不可以以貌取蛋啊 第一次我也是 對對對 我不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膚淺的人 所以我慢慢的莫名其妙 開始很喜歡他的內涵 開始跟他建立感情 真的 所以他們我的朋友們覺得我生病了 他們覺得現在有病 真的 我覺得很棒 也謝謝今天那個 行男們在節目上面 對 這麼勇敢的嘗試 對啊 為了節目效果 但是其實台灣美食真的要嘗試 真的不是沒有吃過 這太可惜了 是 試試看嘛 其實下禮拜我們還有準備更多 更奇怪的東西 等一下 FNZ牆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行男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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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